牛布老师我们就来分析 什么样守面相的女人 她的生活就是 一直买 好我就把它列出这种 一直买一直买的长相特色 列出四项来 任何一项都是 你越多项就表示你越会买就是了 好那我现在从第一项开始讲起 第一项用手项来说明 手上有一条线 名字不太好听 叫做漏财文 表示你买是漏财 本来就是买的 我有耶 哪一条啊 从食指中间 从食凤里面出去的都是 没有 凤出去都是 但多有一点点啊 像这个就特别长 我还以为是事业线的老师 对啊 老师他这个 老师 老师 他这个是漏财凤 他漏到底耶 那不最严重 那不最严重 一路到底耶 我先讲一下事业线 各位看 那事业线是往中指方向来叫做事业线 但是他把这个事业线漏进去了 那就不叫事业线了 表示 因为这事业线也叫命运线嘛 表示你的命运呢 你的钱财都是漏出去了 钱财都漏出去 所以叫漏财文啊 短短的没有关系 每个人手上都有啦 短短的都有啦 不要论啦 你总要买一点东西嘛 我是连到的 那你是整个连了 像这样修方那种就是很严重了 整条线出去的 整条连耶 那是最废的 我以为是我的事业一飞冲天了耶 不不不 亂买了 一方 这样有算吗 你那个还没有连出去喔 还好 还好是不是 还好 还有断断续续 还可以克制 请坐在那边继续按 老师说还好而已 卡掉 继续按 就是正常的话 应该只导宗旨方向来 很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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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播 我跟你讲我不用比我 导播一下 你看 很扯耶 他已经出去了 有没有 一飞冲天耶 一大条耶 好像你就是模特儿耶 有不老师的模特儿就是这个 我的事业线很好 一飞冲天啊 没有冲天 你这是从子凤露出去了 老师大家有讲 我这叫漏财文 不是一飞冲天文 漏财文 闭嘴儿子 再强调一下 我们事业线是要往中指方向去 这才是好的事业线 或者好的命运线 你不可以把这个最重要的 人生的这条线 竟然漏到缝里面去 那要改命可不可以去刺青 把它改过来 刺到中指去 心理建设 心理建设的话 你就戴戒指 戴个戒指把它挡一下 但是这是心理建设 再强调 是不是你真的 确实要有这种心理才行 戴在食指 就是戴在 我知道这是他花了五万块去买那个戒指 只是为了挡这个有用 挡 台是花钱 挡了啦 没差 五万挡一个肉台 无所谓 好 来 老师继续 不要一直跟他聊天 好 第二项 通常我们讲 鼻子是财博工 那么鼻子的中央是赚钱 旁边就是仓库 仓库像这样子 朝天就是仓库露出来了 我们称为叫做孔大朝天 就是你鼻孔大朝天 就财库露出来 可是你好奇 不懂得理财 总觉得这事情试看看好玩啊 跟着做啊 这个就是鼻孔朝天 然后鼻翼又比较薄的话 表示这仓库存不住 装钱不多 这一点来讲秀方还好 第二项秀方应该还没有 相权好像也 有一点点 还好吧 相权没有 正面看 那是女生吧 不是我吧 这个是男女生的通用 这个是讲你自己的女生的通用 这个比较像我妈 我觉得 妈 这集要看一下 我讲你啊 这个叫有财无库 我们叫财库 财库嘛 这有财无库 好 下面这个是我们的 有财无库 这是年轻人 比较常常容易看到的 尤其现在的年轻人 就是 骨公无包 骨就是大腿 公就是小腿 无包就是肉很少 这很碎耶 对 漂亮 我们现在身材都是要漂亮吗 又细又长 维多利亚的秘密都是这种腿 什么铅鼻腿 对 我就是铅鼻腿 你们看 这不可以啦 真的好美啊 真的好美啊 我就是铅鼻腿 我活得刚好是时候 真的 你看你看现在流行铅鼻腿 我是今天穿了 穿了这个皮 你为什么要黏两张卫生纸 在你的皮革上 你见鬼了 人家这是鲸鱼耶 你这是鲸鱼啊 我还以为獅子鲸鱼 我现在才看你也懂了 我真的被你们俩气死了 你们一定要生命 我想说你叫你要爱獅子鲸 哎呀 差点 差点 鲸鱼尾巴 竹林哥 竹林哥要不要 所有没有脏 坏孩子 不要摸我的鲸鱼尾巴 好 拍谁了鲸鱼尾巴 当然我用古代的标准来讲 我们娶媳妇娶媳妇 不可以娶这一种媳妇 蛤 古代嘛 可是男人都爱这种 试觉上 要有点肉 这边有点肉 比较会做家事 比较勤劳 你就这种就是 这种 然后上面呢 一样当然我们 大腿一定是比较大的 但是整个整体看起来 肉比较少 那林志玲也一定不会做家事了 对啊 没错 他腿那么漂亮 没有错 他走就走不完 他给你做家事 所以他买东西 应该也是很会买 照我想 这是叫古宫无包 好 在下面这一项 我们称为叫天仓天地 天仓线 就是我们眼睛的后面这边叫 在眉毛这边叫天仓 线下来就是你正面看 有点往内侧的意思 正面看的话 秀芳有一点 往内弯吗 对 眉毛往内弯 不是眉毛 眼睛眉毛的后面的整个肉 或者骨头 比较往内 太阳穴 就这一带 比较进去的意思 太阳穴 忍不住跟林秀芳讲话 都要用吼的 那是你笨好不好 你是我笨 你是我笨 是你笨 好 然后地革宅 这是地 天地都比较陷进去 表示天地都没有保护你 我们人要天地人 天地都没有保护 花钱如流水的意思 那这里我列出四项特征 任何一项都算 越多就是越会花 那么观众朋友 你自己做参考了 哦